世界上最小的鱼种令人惊叹 它们以微小的体型在广大的海洋和淡水环境中生存 这些微小的生物向我们展示了 生命在极端环境下的惊人适应能力 并且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在众多微小鱼类中 最小的鱼种是什么呢?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探索 我们得知了这个令人惊奇的答案 世界上最小的鱼种被称为嫖鱼 Pita cypress krajanetica 嫖鱼属于理型目理科 是一种生活在印尼沼洼岛和苏门达拉岛的淡水鱼 这种微小的鱼种的体长仅约7.9到10.3毫米 比一枚每分硬币还要小 虽然嫖鱼体型极小 却在生态学、进化和生物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嫖鱼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小的鱼种 与其生活环境和进化历程 密切相关 嫖鱼生活在印尼的小型淡水湖泊 溪流和池塘中 这些水体的大小和特殊的生态环境 为嫖鱼的微小体型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 且适宜的生存空间 此外 嫖鱼的微小体型也可能与其食物来源有关 它们主要以微小的甲壳动物和浮游生物为食 这些食物能够提供足够的营养 以支持它们的生长和繁殖 在进化的过程中 呃 研究不仅仅关注于它们的微小体型 还涉及到进化 生态学和保育等多个方面 例如 科学家对于嫖鱼的遗传结构进行了研究 试图了解它们微小体型的基因基础 以及与其他鱼类的关联性 此外 嫖鱼的微小体型在生物学和医学研究中 也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可以帮助科学家更好地理解生物的生长发育 和基因调控 然而 嫖鱼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威胁 由于它们的生活环境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一些嫖鱼的细细地可能受到污染 开发和水体拥塞的威胁 嫖鱼的微小体型和特殊生境 使其更容易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 因此 保护嫖鱼的生存环境变得尤为重要 总结来说 世界上最小的鱼种 N嫖鱼 以其微小的体型和独特的生存环境 成为了生物学和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焦点 嫖鱼的微小体型 可能与其生活环境 进化过程和食物习惯等多种因素有关 通过对嫖鱼的研究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生物的适应策略 和生态特征 同时 也为保护这些微小生物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这一微小而惊奇的生物世界 为我们揭示了生命的多样性和奥秘 也激发着我们对自然界的无限好奇和探索 参考